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放眼馬世界論戰》系列 來到三月份 來到杜拜世界杯的賽期 當然,接下來的星期六晚上 我們還未做杜拜世界杯 先做他的前哨戰 就是這個杜拜超級星期六之夜 今晚我們有位七場賽事來到香港 這七場賽事裡有兩項一級賽 我們今集會討論這兩項一級賽 麥通第三輪挑戰賽和傑貝哈特錦標 一項跑泥地,一項跑草地 大戰當前要論戰 當然要漁民我兩位老友 豪仔、駱永豪、朱鎮輝 大家好 豪仔、朱鎮 今年杜拜有些改變 過往也是 美丹馬場開之後,一條是草地 一條是焦沙地 今年變了一條,沒有變一條 草地是一樣的 焦沙地變了泥地 所以你看到報名碼方面 最初也挺多 但是泥地的賽事 好像變化比較大 草地沒有那麼大變化 不過他們這個魚翼算盤 可能打得不是太響 為甚麼呢 雖然今晚這次賽事 報名碼是多了 但其實在世界杯賽 總體報名碼的數字 真的下降 是嚇走了很多 未必有泥地根據的參選國的碼 希望吸引美國碼嗎 美國碼本身報名碼 不一樣是下跌 所以這個算盤 我覺得是打到爛了 是不是缺乏了溝通呢 差了一點 想那些來又沒有來 原本來那些又不來 結果好像都冷清楚 而事實上也是 我們看回這次最後宣佈出賽馬 的名單 那七場賽事 出賽馬真的比預期少 草地也算是維持得到 但是泥地 大家似乎都抱有一個觀望的心態 因為沒辦法 如果你說 譬如美國碼這樣 沒錯 一定會跑泥地 但是正盤氣 我可能才會派多幾隻來 但還是多幾隻 預賽沒甚麼必要 好了 其他國家 說泥地 如果你說泡過泥地 的話 草地馬也可以試試 泥地 泥地很容易傷 怎麼試 對 不要搞了 所以這次看到 幾場泥地賽事 是沒有想過那麼少馬跑的 還有在跑法方面 是不是跟以往的 泥地真的變得很重要呢 在賽前 就是我們這次賽前 從一月份看到現在 的確是有一點點不同了 較需要主動性跑法的馬 是 不過這次會空降多一點騎士 例如蘇萊的陣營 今年就簽了進城 那些比較年輕一點的騎士 希望有一番新氣象 我們第一節會談泥地的場 就是麥通第三輪挑戰賽 現在的泥地 其實如果你說起步點 變就沒甚麼改變 即是質地變了 但這時候也要看看 究竟尾單馬場 泥地千米的賽道形勢 我們先來看看 除了這次之外 做好功課幾個星期之後的 杜拜世界杯都差不多了 不過正如剛才浩然所說 那個圈就是這麼強烈 對,內圈就很強烈 沒有變 質地不同了 這件事才最麻煩 是的 重點前起步 其實走進也不是太長 也要搶位 但這次的場比 只有9隻 是的 始終彎是較窄的 始終內圈 還有剛才豬仔也說過 跑法上是不同了 因為今季的杜拜進入了 這個東季賽期 即是歐洲的東季之後 我看過那些來地賽 真是嚇壞了 短途中他們長途也好 後一點也不行 一定要從前面走 追得上來的馬 真是遼遼可數 這次的9匹參戰馬裡面 我們過往所見 有些跑過泰拔塔 他們追又可以 擺前些走又可以 這樣的改變之下 哪些會有利益 或者哪些會有利益 我想如果你說 作戰經驗較豐富的馬 可能會有利益 當中也要說作戰經驗豐富 當然是去年贏這場賽事 那是舒基主教的 我們每年都見過他 是 見過了很多年 他的勝在甚麼呢 我們剛才說要主動一點 他不主動也可以追得到 這件事最重要 但你可以想到 掛頭牌不是他 其實非洲傳說的分定比他高 但他又會怎樣跑呢 我們上季猜錯了 但今季又會怎樣猜 我們自己又要再討論一下 現在大家就覺得 似乎舒基主教必然是這場賽事 跑得好 那究竟上季麥通第三輪挑戰賽 大家都還記得 真是妥妥令 妥妥令就是因為… 不中婦居 又是非洲傳說 非洲傳說在哪兒呢 在開片藍色那隻 藍帽是在後面的 但紅箭水那隻書記主教 其實重重遺困之下 在范怡龍的跨下 一捐不捐上來就贏了 神聖衛士跑得容易 不過對手只是神聖衛士 只是跑得好那隻 看得真一點 其實非洲傳說慢慢在外面 又上了一點 所以到了世界 為甚麼是這個位置 正本戲 露出本來的面目 原來非洲傳說是這樣的 你找找後面書記主教去了哪兒 倒贏你 倒贏你 這麼多也不止 只是說 書記之後倒輸這麼多也不可以 對 前面非洲傳說就走了 但想不到第二天是埃塞王 真的要命 我記得那場好像找不到埃塞王 是 暈了跑完之後 看過去年的進程 今年一對馬又是一起跑的 似乎大家都覺得 書記主教 好像理所當然是這場跑得好 但會不會是這樣之下又倒轉 但又是這樣 如果去年跑完麥通第三輪挑戰賽之後 沒有杜拜世界盃的故事的話 大家都可能看著書記主教 是 是 但你又明知道 非洲傳說跑出水準 根本… 高了很多 根本塵都沒得吃 所以真的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說論泥地性能又會怎樣 因為書記主教真是金櫃 曾經見過給我們看 是真的能夠追得到 是 但非洲傳說 他重點讓我們看得到 那場跑得不好 是 最近又發生過這件事嗎 是 立即看影片究竟發生甚麼事 又來嗎 是 看看… 現在是泥地 看看朱寶大道一起 朱寶大道 朱寶大道這場是麥通第一輪挑戰賽 其實另外還有一隻 就是這隻馬 也很值得留意 是 他擺在前面走 現在是泥地的應該是好處 是 這場跑了1,600米的賽事 因為他就是由漲陣營 今年1月才在法國買入 結果他第一次跑泥地就這樣 不斷移動而已 其實這場你見到回來 只是按住而已 第二場 我們要看的是這場 對 看看發生甚麼事 書記主教在後面 朱寶大道是帶掉的 藍色箭嘴 朱寶大道在前面 這場加程300米之後 走了,就如朱寶所說 在前面走的話 在後面很難追 但有一隻追上來 那隻就是書記主教 你到底是傳說在哪裡 傳說在那裡 為甚麼人好像是躺著躺著 對,又沒有站著 最後兩百米回來 如果你說跑泥地 跑泥地,純泥地的話 非洲傳說和書記主教的比較是怎樣 又和朱寶大道的比較又會怎樣 真的挺麻煩的 如果是這樣 是否真的會等前面 朱寶大道告訴你 他可以用這種跑法 會比較實際 為甚麼呢 我自己會喜歡朱寶大道多一點 因為始終他今年才買進來 而且一來到去年 他發覺那時候 我用平庸兩個字形容他的賽跡 他不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誰知道跑了尾丹地的泥地 這麼厲害 你看到他第一輪挑戰賽 第二輪挑戰賽 十級而上,慢慢上來 第三輪這場賽事 可能是他今季的終極目標未定 是 我的看法是怎樣呢 他一定會拼盡全力跑 為甚麼呢 起碼要進場 當然現在他進場的機會很大 但也要側準馬的實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迷地賽 現在已經證實了 放在前面走 他怎樣都是好處 你那隊又不知道哪一隻追上來 又要想一頓 結果可能得益也是他 也不定 但最麻煩的就是 其實這三隻根本有同背景 是 又要想 生者也是由長 還多 有些其實是新買回來 還沒跑過的 是那些長流不適的 在哪裡跑過 好像越講越複雜 複雜 所以這場其實是很混亂的 我覺得馬小儀混亂場合 因為你要猜 好了,只是說幾隻馬而已 只是說幾隻馬而已 只是說幾隻馬 全部都跟背景 有沒有線路獨立 或者與他們無關 有 有一個叫做杜拜電纜 電纜就無關他 名字是杜拜 但其實就是愛爾蘭馬 其實他也是在英國 但他也是在英國贏了一場 四班的賽事 我很有保留 你說說分數 輸了二十多分 怎麼跑夜老老實實 你還要看上次他之前跑的賽事 完全是脫掉的 即是看到他真的輸了二十多分 我們有片段都準備了 真的讓你看看 怎樣輸了二十多分 你說是草地嗎 你又不要這樣說 這樣吧 自己看看那些是甚麼馬 看看這場是杜拜千禧錶 這場是聶人之光贏的 贏掉了 聶人之光贏掉了 不是非洲傳說 結果這場草地賽事 他跑第四 不過又是這樣 因為杜拜電纜不太特別 在英國他贏了一場四班賽事 但是他來杜拜跑 其實去年來杜拜的時候 他跑了泰北塔 是 跑草地也是跑第四 也是平平永遠 但是跑兩場交沙地 泰北塔他會贏的 是 是的 但是今年又不是泰北塔 泰地會否趕著他 那又要猜 不過如果你說要秤實力 就算你贏得太比塔 也贏得很早期的預賽 就是100分左右的評分 是的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不及 他贏完也去不到100分 最慘的 好像說了這麼久也很複雜 複雜歸複雜 兩位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複雜歸複雜 都是由長馬似乎好一點 書記主教 始終都會覺得他 去今年第三年挑戰賽繼續跑得好 另外諸虎大道 我覺得他這場才是他的目標所在 非洲傳說 如果等待前面走 沒有人知道發生甚麼事 剛才的場景也看到 又不騎又不是等待前面 是吧 另外這場景是不適的 其實他運來杜拜之前 一直在美國不同的馬場上陣 Belmont Aquidat 然後數下去 大部分的出發單 全部跑過了 不同的場地 甚至Kinnan也跑過 所以你說不同的場地 不同的泥地 他都試過 我都會覺得這些賣 可能由用也不奇怪 等待這次才出發 不就是為了下場而暴處 也會的 因為要爭入長卷 我自己就傻一點 用那個方法 都明知道珠寶大道 可能三匹裡面 他會鬥志應該放到最前 應該最堅強的 但始終 我如果拿著他 我要反轉 找事打一隻也那麼煩 不如就這樣 那個網了他 就是找那兩隻 總之要光了 非洲傳說 和書記主教 話之他怎樣反轉都好 希望有一隻也能回來 至少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好,第一部分 馬小儀複雜的場合就談完了 我們休息回來 談完第二節 結杯哈特錦標